马格列通道一座正在施工的工地 下午发生混凝土衔接桥坍塌意外 导致一名客工头部受伤送院治疗 工地已经停工 当局正检查建筑物结构的安全性 事故发生在马格列通道 建屋局Sky Residence at Dawson项目的建筑工地 民防部队表示 意外发生时 工地移动建筑较高楼层的混凝土 梁柱突然坍塌 击中旁边另一座 同样在施工的多层停车场 一名客工头部受伤 被送往国大医院治疗 从还未完成的建筑外观可见 有好几层楼的混凝土脱落 钢筋也严重变形 建屋局正调查这起事故的起因